今天来的比较早 市场的人都还不是很多 他们说早起的鸟儿有虫吃 看看能不能今天带来好运吧 这个是多少的 这个卖掉700 700 这个挺饱满的 大件雕工还可以 这个是700的 这个要是爬光要爬多久啊 买这个的爬光要爬多久 这里还有一件春彩的观音呢 挺大件做工还不错 后面有一点地雕 这个观音呢 这个观音昨天给我1800了 这是1800 这里有一对观音呢 飘光还不错 这个 这个 3800 3000吧 2000行不行 2000 2000 2000 差不多 差不多 这一对还可以啊 有种水 吊光也还不错 看看2000左右吧 这个布袋佛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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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布袋佛也要3800 也是3800 也是3800 一个一个点两个啊 这对性价比很高的啊 这对我都说2000左右就差不多 好多了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手佛宫啊 一起有14个 是接阳宫雕刻的 种水不错啊 基本上每人都倒冰了 但是的话 它要一手走 刚才跟那个货主谈了半天了 它最低要681个 这手佛宫的话性价比还是有的啊 我们拿起来看一下 每一间都是挺饱满的 而且里面有几个品质要更好一点 带有底色 现在我们已经回来了啊 虽然今天起了个大清早 但是的话还是啥都没有逃到 有时候就是这样吧 不过我早几天在日风买的一块料子 做了两个如意 我感觉还是挺满意的 我也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吧 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对刚刚雕刻完成的如意 这是我在日风淘的一块小料子 做了两件如意 左手边这一件的话是飘一点绿花 右手边这一件的话是带一点底色 其实它是同一块料子做出来的 只是不同的部位 我们看一下这个右手边这一个 非常的老 这个种水非常的老 抛光的话应该倒高冰 没有问题的啊 这件右手边这一件 左手这边这一件的话应该是个冰飘绿花 它里面飘的花是绿花 是一个两个镶嵌品质的啊 抛光出来是两个镶嵌品质的 这块料子的话我淘回来的时候是1800多块钱 雕刻的话两件的是200来块钱 虽然比较薄 但是种水真的非常的老 他们经常说的什么透字无压力 现在我给你们透字看一下 传说中的透字无压力 现在我们就透一个给他们看一看 这算不算透字无压力 这是还有一个没抛光的情况下啊 这一对的话准备明天拿去抛光 到时候抛光后我再拍视频给你们看一看效果 观古珠宝成立于广东 拥有国家注册商标 从事翡翠行业十余年来 坚持从缅甸矿区采购性价比最高的翡翠原石 聘请知名的翡翠雕刻大师精雕细琢 支持私人定制服务 为大家提供可以传世收藏的艺术品 观古珠宝客户遍布海内外 特别是在华人较集中的美国 加拿大新加坡 港澳台等地区有很高的声誉 每天都有很多新老客户结缘观古 以往都认为翡翠价格过高 那是您不了解翡翠 关注我的微信 78872456 学习更多翡翠知识 判断翡翠的价值 打破传统珠宝行业虚高暴利 买翡翠 找关古 微信 78872456 关古珠宝向您承诺 全场保证翡翠A货 送国检证书 支持全国附检 可以淘宝交易 假一赔十 鉴赏期内不满意 可以无理由退换 同等翡翠所收价格低于实体店的三折 可以随便对比 微信 78872456